现在小燕鸥的繁殖季也到来 台东资本湿地就是他们良好的繁殖地 但过去环境常被人为破坏 甚至有小燕鸥惨死车轮下 也导致繁殖成功率越来越低 而台东在地的保护团体也赶紧呼吁民众 一起来守护资本湿地的燕鸥育婴房 一只只黑头白腹的可爱小燕鸥 拍拍翅膀降落在沙滩上 还会用腹部保护沙滩上的幼鸟 这里是台东资本湿地附近的沙滩 也是下候鸟小燕鸥的繁殖地 每年4到8月小燕鸥会来台湾繁殖 但现在面临保育危机 因为资本湿地不是法定湿地 无法管制 常常挡不住车子和民众乱闯沙滩 导致繁殖成功率越来越低 甚至还有小燕鸥惨死轮下 繁殖地不施工 车辆不穿越 车辆不穿越 不惊扰 不惊扰 不弃养猫狗 不弃养猫狗 繁殖区不浸滩 繁殖区不浸滩 台东在地保育团体就呼吁大家 一同遵守五部原则 守护这个绝佳的繁殖地 说在欣赏它的时候 不要太好奇 应该是要远距离看 然后就是走在这个固定的路上去 观想它就好 保育团体表示 小燕鸥属于二级保育类 如果棲息地遭人为破坏 未来恐怕